我觉得他对我越来越冷漠了 我说的话从来不当回事 他天天让我改 又不告诉我怎么改 天天让我和网上学 那网上你能信吗 他答应我的事 都不是心甘情愿的 他经常讨价还价 我能做到的都尽力做到了 可是触及底线的事 我肯定不可能答应 有请地队情侣有请 小霍24岁来自天津主播 有请 小倩22岁来自广州 自由之夜 有请小倩 有请 欢迎老妹 这个就在我们天津是吧 还是天津人在外地工作 天津人在广州 做什么主播呀 带货主播 挺辛苦的 一天干多少个小时 一天有时加班可能四五个 关键是还要弄其他的方案 所以就会比较忙 同事吗 以前是 现在不在一家公司 现在是男女朋友 谈了多久啊 半年多 啊 半年多 您这男方口味可够重的了 听着不像我们天津人哪 如想随苏啊 哦 这是了 这是了 喜欢他吗 喜欢啊 帅吧 是挺帅的 今天来是因为觉得 他变了对吧 对 变冷漠了是吧 行你好好说他 我们绝对不互短 来 你说 我觉得他就是不够喜欢我 就是我在乎他很多东西 他都不在乎 然后这种感应当中 只有我再付出 你别扣帽子 你就说发生了什么事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出去玩 他就是精精打扮 做好工业去哪玩 都会准备好 然后给我们侦查倒水 我当时就感觉他是一个 特别讨人欢心 然后幽默风趣的男孩子 但是在一起久了时候呢 我就感觉他 好像换哪个人一样 嗯 就天天拉里拉遢的 就穿个那种背心 然后穿个大裤衩 就再也没有像以前那么正式 不是 怎么了呢 他一开始不是那样的呀 那其实这个是因为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是很多人出去聚会嘛 那人那么多 那我肯定要打扮得精神一点了 我们后来开始约会的时候也不一样啊 因为我们可能一个星期 半个月才见一次面 那现在在一起之后 我可能下了班就直接过去了 他住的地方 离我的公司还特别远 坐地铁就要两小时 我也有我自己的难处 啊 知道 就着装没有你想象那么鲜亮了 对 每次都这样 而且我叫他改过 嗯 但他不听 我给他发过链接 做过很多功课的 什么链接 我发给他 就是一些小红书上的 一些穿大博主 教我们怎么穿衣服 哈哈哈哈 因为我比较爱打扮嘛 我就喜欢看这些 我也喜欢打扮 哎 说白了 你是觉得他衣品不行哎姑娘 不是他穿的邋遢呀 我觉得不是衣品不行的问题 是他不听我讲 他就是不听 这啥人家给你发了不改啊 他给我发的东西 他一天发两三条 我看也看不过来呀 再说了 我平时挑工作上的衣服 就已经够累的了 那下班休息 我就想放松一点嘛 我也没有错吧 你戴男装是吗 不是 彩妆 就像那种贵哥一样 你肯定要特别精神嘛 就每天绷着就很累了 那他没必要 他没必要 是 我就想下班 穿得舒服一点 他这个就是懒 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感受 那为什么你跟别人 能那么精致 跟我出去玩就是这么丑呢 那别人可能一个星期 才见我一回面 那都是定好的 那我每次见你的时候 都是精心挑好 第二天要穿什么 然后我要化妆 我可能要花半天 然后再去找你之类的 那我愿意为你做 为什么你不愿意为我做呢 而且我跟你说过的呀 你也不是拿衣服说事啊 你有的时候 我自己家里养猫嘛 他以前那个衣服上 有一两根猫毛 他也拿这个东西来说我 我这个人爱干净 我有点小洁癖 我就觉得人应该干净点 我就希望他到出门之前 能把那个猫毛滚一滚 沾一沾 不要那么邋遢 然后在家里面 不要让那猫上床 虽然那猫是很可爱 但是呢不要让他上床 我有感觉这样子 我的男朋友不能太脏了 我受不了 就他对我有点像那个老师一样 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 那我其实我们家猫 原先都是随便上床 猫是我专门 从天津接到广州的 后来他说完之后 猫也不让上床了 然后这也不让那也不让了 但是你说家里养动物的 多少都会沾点吧 你们两位猫能上床吗 我们家猫天天晚上就在床上睡 苏老师您家猫能上床吗 这还真不能 因为我怕我压着它 行 行 但是身上有点毛 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证明我很有爱心啊 行行行 理解不一样 猫这事咱们就放一边 其实女生就嫌 我估计可能重点 不是有没有猫毛 而是说我说过的 你为什么不听 你为什么不在乎我的意见 对吧 行还有啥 就是平时她就打扮随便就算了 但是她对我们俩这件事情 也不上行 比如有一次那个纪念日 100天纪念日 我就希望我能像网上的情侣一样 就是有一个完美的一天 能留下美好的回忆 我给她特意暗示了 就给她发了一些 那些博主的一些约会视频 攻略测评打卡都给她发了 然后到那天我特别期待 我觉得她应该醒悟过来了呀 但是呢到那天 还是让我失望了 她就跟日常一样 又带我去吃了个饭 然后带我去溜达了一下 没有任何表示 你听她说的 好像我随便找了个管子 就带她去了 那可不就是随便吗 吃了个饭 我当时可是在那个美团上面挑了 我们那个地方 排名特别靠前的餐厅 我也是精心准备过比对很多的 而且那个地方就在商圈 你说下个楼就是那种 最繁华的地段 逛一逛也挺好的嘛 她的那个 发给我的那个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专门的 情感博主的营销号 他们从早上九点钟 开始一直到晚上实演 安排得满满当当的 我早就跟她说过 就这种东西 你正常情侣 不可能有这个精力去做的吗 对对对 我自己算过 她给我发的那些东西 你光路程都要四个小时 那肯定是背后有团队的 你不能什么都按网上的去做呀 再说了 我其实对你的话 你说说其实也不差嘛 那餐厅什么的 也不便宜嘛 对不对 你是说了 根本就没把我当回事 对对 怎么了 说说说 就我想要的东西是 一天完整的完美的行程 而且给你了一个模范标本 你去照的那个时间挑几个 你安排着就会做了 但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 怎么省事怎么来 你根本不在意我想要什么 那你看她说这个 就是她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 我做了 然后她觉得不满意 就当我没做 之前520的时候 送她礼物嘛 送她玫瑰花 对吧 一开始先花不新鲜 然后嫌花少 然后嫌花土 对吧 就是我也不知道 到底怎么送才是合适的 但是问她吧 她又说 你看别的男朋友 对吧 他们送的都好看 你学一学人家 不会直接告诉我 那你说我怎么办 她这个事情根本不是她说的那样 就是呢 她在送话之前 有送过一些 让我觉得特别奇葩的礼物 就比如什么 送了我一对曲曲 当时我看到那个东西 我不知道是啥 她说什么 听到那个曲曲的声音 就想起它 可是我一听我就觉得 哇 这次脑袋都要炸了 的确是叫一次 我就想起它一次 我想捶死它 我们那根本就没有人想曲曲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然后还有一次 她给我送了一个那什么 就网上那种定做的 那个铁的单位上那种挂的牌子 上面写的什么 用我们的爱情像钢铁一般坚硬 那种傻子嘛 那礼物谁喜欢呀 就还有很多很丑的杯子呀 然后很丑的一些 各种各样的 我就觉得 这人根本就没有用心 她就上网上送了那种 感动女友的礼物 然后最后有一次 她终于送了一束玫瑰花 我就觉得 她终于开窍了 我特开心 那从此之后呢 她就只送花了 送了一次两次也这样 第三次你还是送了花 我就感觉你这人 就是没有用心 没有 我之前 我没有谈恋爱之前 就我也从来不去考虑 女生喜欢什么的 那一开始送礼的时候 我想法特别简单 那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不送那些俗气的 我就送点有新意的 挺好挺好 天津斗区都有名 那是我们家特产 对对 那送她她那边也没有啊 对不对 那后来你说送花 她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 理解 理解 你也是够矫情的你 跟你谈恋爱是真累啊 我基本感觉 你要跟她谈恋爱 你不全天24小时琢磨 你都过不了关 有这感觉吗 那可不 但是 听着听着听着真是有点累 但我觉得 我周围的女孩子 都是这样谈恋爱的 网上的也都是这样谈的呀 我们女孩子想要做个小公主 有问题吗 我就想要男生多在乎一下我的感受 我就希望她能在我 想到一件事情之前 就能做到 给到我 对对对 姑娘我问一句啊 你一直说她要为爱情做这做那 你为你们俩的爱情做过什么吗 有啊 像平时她累了 我就给她点奶茶呀 然后还有她工作上不开心 我会逗她开心啊 其实我是个特别不爱打游戏的人嘛 然后呢她特别爱打游戏 我就觉得 为了培养我们两个的感情 然后了解她喜欢的东西 我就去特意下了一个王者荣耀 然后不知道跟她一起打 然后我就让她带我 因为我看网上别的情侣都是 小哥哥小哥哥带我呀 就是那种好甜蜜的 然后我就想 我也要这样 小哥哥可不是情侣啊 人家也有些是情侣的呀 好 甜蜜就是那种甜蜜的感觉 甜蜜 然后她倒好 她说我打游戏打了菜 说我脱后腿 说我这人就不配打游戏 她王者荣耀啊 她就直接注册号 新手什么都不学 直接就进来了 选一个脆皮法师 我说你别冲你后边打 她不见 她说玩游戏就是要高兴 就是要开心 但是她开心亏开心 她死了还骂我 她说我不保护她 我就寻思我说 我上一天班够累的 就下班能玩一会儿手机 然后我还得哄着她 然后呢我还要挨她的骂 懂懂懂懂 反正就是现在让女生感觉 你不在乎人家了 对不对 好了 这就是素完苦了对吧 没有啊 还有多的是啊 这种事情真的太懂 还有啊 对啊 不是你捡重要的说 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你别也别我们袒护她 那我就说一件 在我看来真的是 人生中的大事吧 好说大事 就是人的一辈子 就拍一次大学毕业照 然后呢那一天 我很多朋友的男朋友都来了 嗯 然后他就说 他有工作他来不了 我特别委屈 你哭了 这为什么委屈呢 就觉得别人的男朋友都来得了 为什么我的男朋友来不了 这这个为什么要哭呢 不就拍个毕业照吗 那我觉得人生中的大事啊 对啊 这不应该老爸不去才哭嘛 老爸跟我上了这么多年学 我毕业了你不来 但别人都有啊 我哭啊 别人那天发朋友圈全是 都是很难爱的 就只有我朋友圈里面 他们都问你男朋友呢 为啥不去 这是真在乎真伤心 当时我有直播要求 那正好也在活动期间 那我不能说工作丢下来不要 我过去找他吧 而且当时他说了 他有很多朋友陪着他 然后他说那个砸头的事情 谁说砸头砸什么头 就是为什么他要拿这个说事呢 就是因为啊 他那天被砸脑袋了 他感觉不开心 就那个学士帽 就是他们那个毕业照 不叫往上扔嘛 他觉得就是因为说 我没有过去他才科商 他把这个挂上我了 他说的那么轻巧 实际上那天特别热 然后呢人很多 然后别人等我男朋友 在那照顾 我就没有 然后刚好我特倒霉 然后就有一个人 拿学士帽一扔 砸到我头上流血了 就破相了 我想找男朋友诉苦一下 我想得到他的安慰 人不能来 他态度得有吧 然后我就跟他打视频电话 你知道他怎么弄 他说那你去医院一下吧 然后那确实 就没有了 没有吓我了 他根本就不关心我 那本身呢 当时他周围那么多朋友 我觉得说 你要是头乃砸了 那我能想到的就是说 我要把这个问题 从根源处理掉 你赶紧去医院 对不要落疤 我觉得很正常很合理啊 没事姑娘 人生总有遗憾啊 学士没拍照 咱们硕士拍 考个研 硕士帽让他去 对 我要把硕士帽砸在头上 让他也留一心血 对 那你打算考研吗 打算考研 真打算考啊 我要认真考上 下一次我要有 要有新的毕业照 跟他一起 当然你要觉得他不合适 你说换一个男朋友 这也可以对吧 是打算考研吗 嗯 行了 为了备战考研 其实恋爱也可以不谈了啊 他对你也不好 不关心不体贴又冷漠 你就劝他跟你分手了 这不就完了 要考考试去好不好 其实他也有好的呀 他还有好的呢 就他很有责任心 比如说他虽然不是很温柔体贴 但他说到的事情都会去做 他不会像别的男生那样信口开合 那我觉得我真的是力所能及 该做的都做了 嗯 但是你别看他说的这么好 那其实有的时候一些小细节 就真的是网上什么样 他就要照搬 啥意思 就比如说 他说他要考研嘛 对吧 一般人说考研的时候都是全力学习嘛 对吧 他不简 他考研的时候还要说 哎你今天怎么不跟我说导案呀 你怎么不关心我今天的学习怎么怎么样啊 我说你考研人家24个小时 恨不得当25个小时用 对啊 你为什么这样 他说我看那个什么网络的那个号上 那考研情侣互相关心互相关爱 我也需要你的支持呀 那我想要的不是你说渐渐都做到 但你得做到一两样吧 就比如说监督我学习 然后能问我今天学到哪了啊 对吧 我就是希望你能对我多关心一点 那你说这玩意也得有个限度吧 嗯 那营销号啊 那明显就是假的呀 就你说什么就信什么 我觉得吧 就他的这些要求 合理的我能答应 嗯 但是不可能说 让我24小时围着他转吧 那他也没出息了 那男的妈也不干了 对吧 我听到现在发现 这姑娘是按这个网络上面的 这个文章指导来生活的啊 是 但是我觉得人家能做到 为什么他不能做到 那本身我就这行 我当然知道了 这狗咬人不是新闻 人咬狗还是新闻的 那肯定报到人咬狗啊 我觉得他就是借口 他干啥 他都是不情不愿的 那我其实希望你能主动一点 喜欢一个人都说 是让他开心一点嘛 然后呢 去做一些他想要你做的事情 然后双向奔赴嘛 这样的爱情才是 才是完美的呀 我就有的时候觉得 他有的时候可能太天真了 很多事情我也会关注他 之前你知道吗 他特别生气 就是也是一个争执 就是他帮同事办事 同事给甩锅嘛 他不开心找我诉苦 我数了他 他说我不关心他不爱他 对吧 其实那是怎么回事呢 就有一天他跟我商量 就说我们同事要我帮忙 做一个事项 对吧 你看这个怎么出方案 我当时就告诉他了 这个事你不能接 真出了问题算谁的 从你手里出去了方案 而且人家真的做好了 跟你有关系吗 你是个兼职的 哦 我不是好心嘛 最后出了点问题 就把锅甩我身上了 我当时特委屈 可是你是什么态度啊 你就说怪我 说我这个人活该 这是你跟男朋友该有的吗 我应该成熟一点吧 那现在吃了一个小亏 以后避免吃大亏嘛 那我是你女朋友啊 你怎么跟怒人似的呀 对 这恋爱谈得真是琐碎的很 哎 这事后来怎么解决了 都骂我一顿 然后我 就解决了 我请吃饭 给佩姐道歉 就没事了 对啊 怎么就没事了呀 我给你写了封信 你竟然把它不打完回事 我是希望你看到他 他给我写 他给我写 我也不知道那什么啊 我看不懂 这给你写了封信 你没看懂 对啊 那信 我根本就读不明白 带来了吧 我们能看看吗 帮他破译了 来来 读一读 霍先生 我走了 我想我需要一些时间 好好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在一起 我一直在想爱一个人 对方应该是可以感受到的吧 我特别想问你 你爱我吗 为什么会选择和我在一起呢 是不是我对你而言 就是那个差不多随便找一个 谁都一样的那个选择呢 可是爱情与我而言 重要的不是性价比 而是那颗愿你的心 而我们的装装见见事情 你好像都是不愿意的 其实爱情里 哪有什么谁对谁错呢 本来都是你情我愿的 可你却一直都是一副 不情不愿的样子 如果你真的没有 这么喜欢我的话 那么未来还有那么长 我们又要如何度过呢 还是真的长痛不如短痛呢 一个被忽略的小可怜 没读懂吗 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正常情况下 如果他对我不满意 肯定就过来说 你对我不好 你给我道歉这个那个的 然后我读懂了 我读懂了 你读懂了 你读懂了吗 你这什么意思啊 咋就没事了呢 我以为你在那自我检讨呢 自我检讨 这信 这信是让你自我检讨 怎么让别人我检讨了 我以为他认识到 他自个儿过分了 又不好意思摸摸开面了 对对对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对吧 就是霍先生你看我对不起你啊 我怎么会对你提这么多要求 对不对 算了我走了 就这么个意思 我也觉得是自我检讨 还喜欢他吗 喜欢但是 如果霍先生比这还冷漠对你 还要他吗 不要了 不要了 那你觉得你能从哪找一个 像网上博主那样 一天24小时都陪你 关心你的男人 你觉得这种男人生活里有吗 有 肯定有 肯定有是吧 必然有 希望你逢找那样一个24小时 满眼都是你的男人 接下来咱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先回答 这样的男人有没有 一定有 是吧 只是在哪儿 一万分之几不知道 但我说有一定有 这么24小时照顾他的 但是其他不要考虑 工作要忽略不计 事业有没有成要忽略不计 长得帅不帅也不要考虑 不要要求那么多 我想问一下 你们是真的在谈恋爱吗 是啊 你们两个的诉求完全不一样 女生是在谈恋爱 是啊 你就想找一个真正的 爱我的人 天天亲亲我我 然后有那么多浪漫的地方 我们可以去打卡 他想要风花雪月 可是男生 你是真的想谈恋爱吗 你考虑清楚我说到这句话 你是想找一个 在生活上和事业上 能给你支持的人 他能知你苦 知你累 我不知道女生知不知道 现在直播行业 她的工作强度非常之大 所以我说男生 你到底考虑好 你是真想谈恋爱吗 我在考虑 你真的是想找一个 在事情上 在你的工作上 能够给你支持的女生 她知道你非常辛苦 是不愿意花两个小时 专门坐着车去看她的 她可能会让你在家休息 等你真的休息好了 然后你们在一起 再找个地方约会 她不一定是要陪你去打游戏 她知道你打游戏 可能只是为了发泄 所以你们两个 那彼此的诉求是完全不同 你们谈什么 女生 你知道有一些男生 我们专门研究过玩游戏的人 他们特别喜欢 在玩游戏的时候 发泄情绪 而这种发泄情绪 就是他们在 对麦的时候去发泄 是为了他们自己发泄 工作当中 生活当中苦闷 所以你如果说 我陪你打游戏 是你还要再保护我 他更没有心思了 所以两位想清楚 你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是想未来真的 长久跟他在一起 就像你在信里面写到了一样 他需要你说我愿意的时候 你也要跟他说我愿意 我愿意陪你吃苦 我愿意为了你放弃 我想要你在我身边的时候 然后我在这默默地待你 想清楚再考虑要干嘛 我要批评这个小货 到现在他还没搞清楚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你根本不是一个男朋友 你也就是一个恋爱的道具 你应该干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穿上他想让你穿的衣服 然后吃他要你吃的饭 然后配合他的表演 发发朋友圈 晒晒自己的幸福 你也就是这点功能 他需要的恋爱就是一个字 秀 真的我非常不理解 现在难道二十出头的女孩子 恋爱观都这么浮华吗 吃饭好不好吃不重要 关键是拍出来照片得好看 是吧 那个过个百日纪念 还必须得照着网上的攻略来 哪一项缺失了都不行 而且你站在这儿 特别理智气壮说 他不关心我 他不爱我 人家不是没有给你安排纪念日啊 只不过他安排的那纪念日 可能不够你炫耀的 不够你觉得发朋友圈让人羡慕的 姑娘 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跟你说过啊 你这种状态再发展下去 将来真真正正想跟你 踏踏实实恋爱过日子的男人 都会离你而去的 因为真正踏实过日子想要拼事业 想要为你的未来着想的男人 受不了你这种作你知道吗 刚才赵老师说你 就一天24小时眼里都是你的男人 你还说对啊 就应该是那样 一个眼里24小时都是你的男人 得闲成啥样 就一点事都没有 天天就跟女人飙在一起 那样的男人有点出去吗 你敢跟他谈恋爱 你敢嫁给他吗 我是觉得女孩子小作一点没事啊 很可爱 但你不能纵容自己的这种作上升到 一种公主病的状态 他爱我对我好 我得有节奏 我也得回馈他 你不然的话一个劲的作一个劲的索取 很快就耗光了 我现在真的是很替你着急啊 因为你享受的是外表那层东西 你从来不会把外表的东西扒开 去看看一个人内心 他的真实的心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其实是你 最失误的地方 所以以后跟一个男人在一起看看 他手边在干什么 他干的这件事情 对你们的未来是不是有帮助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男人真正靠谱的地方 至于网上那些攻略 你就看个热闹就算了 好吧 谢谢苏老师 你听过那句话吗 套路的本质是什么 知道吗 不知道 套路的本质是假装真诚 为什么那些视频看着 你会觉得 你看看人家的男朋友 看着那些甜蜜的偶像剧 你看看人家谈恋爱 如果你全按那个来的话 那就变成套路了 他们不是真的真诚 是假装真诚 你看所有的偶像剧也好 言情剧也好 他们永远结束 都结束在两个人在一起吧 或者结束在婚礼 后面都不给你演了 为啥 后面那才是日子呢 你看的那些短视频里面 他也就给你拍那个 纪念日的那一天 对吧 他没给你拍每天的日常啊 所以他们永远都是 把这些套路的东西 拿过来去骗你们这些小姑娘 就很简单 你说他不注重 跟你在一起的穿衣打扮 我反而觉得是 真正恋爱的两个人啊 怎么舒服怎么来 我能够在你面前穿得很随意 很舒服 那才证明我是真的爱你 不是我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 跟你在一起 证明我为你精心打扮了 我为你 你跟他出去逛街的时候 你穿高跟鞋吗 穿啊 你累吗 累 但是可以忍着 你都不敢在一个你爱的 或者爱你的男人面前 本本真真的坦漏真实的你 你说你这恋爱谈得多累 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有甜蜜期 大家是会装一装的 但如果真的用装的这个程度 去谈下去的话 那最后就一直装到底了 装是装不下去的 装到装不下去那一天就散了 真正的恋爱关系是舒服的随意的 我在你面前我最丑的样子 我最尴尬的情况 我可能最不堪的一幕 你都见过 但你依然包容和爱我 而不是我每天精心化好妆 就像站在舞台上这样 然后见你 见完你之后才是真实的我自己 那我跟你在一起不就是演戏吗 所以姑娘我劝你做回真实的你自己 你不要演 你也不要要求她去演 所以为什么老师们都会着急 着急在你这呢 回归生活的本质 落地一点 看看人间烟火是什么样的 看看真的恋爱状态是什么样的 那才对你有好处 谢谢 我公司做新媒体 我们之前也拍这种网络短视频 然后我又老给他们指出来 我说这个不行 我说他们万一相信了去学怎么办 他们说那些看着又不傻 他们怎么会去信这个事呢 他们真的会信你知道吗 现在很多姑娘其实就是闲的 闲了之后呢 你看每个时代的娱乐方式不一样 以前那些女孩子在一起聊聊天 做做手工就完了 后来呢可以看看书啊什么的 后来呢大家刷刷剧啊什么的 现在不得了 现在大家要把偶像剧搬到生活里面 和男朋友要来一场沉浸式的恋爱 跟你们沉浸式的剧本啥一样 你要把这个事谈成一个沉浸式的 一个偶像剧啊 我再给你解释一个事 他给你买那些礼物是不上心吗 你错了 我跟你讲 如果要送给你不上心的礼物 你知道送什么吗 电子产品 对不对 是 我们就懂这个 他想的那些东西啊 买一个什么铁牌子呀 买的那个啥玩意儿啊 这是他上心了 只是他没有你的那种审美 你的审美怎么养成的 你的审美是天天趴在那个短视频上面 你看那个东西看来的 所以说到最后啊 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 首先你给几个老师都说清楚了 就是正常的人类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这是第一 第二个姑娘 以恋爱为纲 这个东西已经很落伍了 脱离了一个男人 脱离了一段爱情之后 你自己去哪个呢 最后一句话 如果你真的把他培养成了那个 可以他24小时恋爱的人 你怎么知道他会跟你恋爱呢 是谁 我要表达的其实已经表达完了嘛 大学毕业不是应该老父亲去的吗 老父亲不去才会泪流满面嘛 因为那个在背后含辛茹苦 挣钱养家的男人 没有出席我的毕业典礼嘛 没有见证我的成年嘛 那才是最应该泪流满面的嘛 我说的这就是生活的一些道理 没啥了 反正就是想陪着胡闹就陪着胡闹 好 谈不下去了就可以终止 好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五 我是希望如果说 能够对我不要那么多的要求 那其实咱们的生活会过得 很幸福 很快乐 那我自己其实 有很多地方做得没有那么优势 但是我也有在努力啊 希望你能看得到我的这些改变 当然了我要改变你也要改变 刚才老师其实有提到 要分清楚网络和现实嘛 我刚才其实已经意识到了 我的确太相信网上那些东西了 对你要求太高了 但我其实很想问 那么我们就不能憧憬浪漫了吗 那我会比现在更浪漫的对你 你也不要像以前那么要求我 最后补一句啊 我真的认为说 恋爱当中 不管男女都是需要有底线的 不是因为要得到 而放弃我们该坚守的底线 睁着眼睛去说瞎话 你能付出那么多吗 你的付出它能满意吗 想清楚啊 谢谢两位 请回 来看看这对年轻嘉宾的选择吧 请开门 女生啊 这个应该算是比较浪漫的 一个求和方式了 全国那么多人看 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 好 刘总你好 我不要求你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祝你们幸福 请回 谢谢 谢谢 请回 请回